清点了一下练习生的人数 这五个人里面有三个男孩子 两个女孩子 现在的孩子啊 真是一个赛一个水灵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 丽总 是吗 那还真是看不出来呀 我叫严薛让 可能你还不知道 我试验你手下的男宠之一 那挺好的 看来你演技也不错 我们这是陆伯 你们放心 就算是说错话 做错事 我也不会让他们捡进去的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做错事 说错话 下次的机会 肯定就落不到你们手上了 所以你们在观众面前 还有重来的机会 但是在我这里 可就只有这一次机会 那就出发吧 停了好一会儿的雨势 又断断续续落下来 而此刻 正坐在一个访谈节目里的 于千凡眉头紧皱 外面的雨势越大 他就越担心力紧 不知道他到了没 于老师 来抽一张吗 这位占卜师 可是很灵验哦 于千凡不耐烦地 看着面前塔罗牌 但大家都看着他 他随意地抽了一张 递给占卜的那个人 哇哦 于老师您最近一段时间 考小新咯 原本长在你掌心上的玫瑰花 有被别人折揍的风险哦 这话说出来 一瞬间 场面就变得十分安静了 这个 我们于老师还是单身呢 是呢 说不定是我算错了 这种东西 信则有 不信则无 于老师别太放在心上 反正也是于庆节目 于千凡 放在桌子上的手 收了回来 同时 也从自己位置上站起来 这一段剪掉 于千凡走到窗前 给丽锦打了一个电话 嗯 怎么了 怎么就过了一个晚上 你就感冒了 我这不是感冒 就是刚睡醒 我的身体还没有反应过来 鼻子闹脾气了 于千凡 我马上就要到了 不和你说了 我到了 丽锦啪哒一下 挂断电话 看着出现在面前的小县城 和剧组一起先找到了酒店 将东西都放进去 丽锦迅速放下东西 就叫上节目组一起 打开吧 没有特定剧本 大家随心录制 至于怎么玩梗 怎么让我们去寻找 吃的东西的时候 更有意思 就靠你们自己发挥了 两人一组 抽签去找当地的美食店 你们可以去找路人求助 我只会给你们每个组 发一百块钱 能吃什么东西 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 不仅要吃东西 还要打听这几个人住在哪里 知道了吗 都在晨历 你无不仅要吃东西 那么多 0000 我比较里面